开始了是吗 开始了 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 要讲的是 还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很original的一个主题 然后我会快一点讲 我们就快一点讲 我第一个 我第一个喜欢的是 By Terry的这个唇膏 然后我是一直以来就很受欢迎 然后我这个已经 用了已经 还是一半 然后用了 一个暑假都在用它 就每天晚上我都会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晚上都会把嘴唇涂得像猪油一样 然后就是我 对吧 然后这个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 它不仅就是它膏体很顺滑 然后呢味道非常好 就是那种玫瑰味 淡淡的玫瑰味也不是很artificial 那种玫瑰味 然后呢它早上起来你的死皮 自动脱落 就你这一圈就是一圈死皮不在的地方 一洗就马上脱落 根本就不需要再去角质了 然后这点就是很温和的就可以给你做到去角质 然后晚上的这种treatment 就我觉得很不错 就是我第一个啦 我第一个我先从美妆来开始讲 这是一个底妆 然后呢这个想要追溯到 其实我想讲它已经有好几个在暑期的时候的 哎呦 暑期我不是回国嘛 回国我所有手里的底妆都是那种 不travel friendly 就都是罐子的 所以我就拿带了这个回国 然后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因为它 其实它是一个Evalon 叫Tint Moisturizer 它并不是所谓的粉底 但是呢它的遮瑕效果 其实如果大家知道香提卡的那个就是隔离的来讲 它的遮瑕效果是比那个要高的 其实它的遮瑕效果大概也有点像就是 叫遮瑕度中等的一个粉底了 所以它的遮瑕力是够的有的 而且呢它涂在皮肤上和皮肤的贴合度也很好 然后呢有微微的一种 不能说是完全木面吧 有一点点光泽感的感觉 然后又很像面霜 而且不会显得厚重 而且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喜欢很推荐 然后有一点是大家可以现在去看它的官网上看一下 不知道还会不会有 因为有消息说它这一个所有Evalon的底妆先会discontinue 所以大家如果还有还能买得到的话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买 而且有一天我不在家 它就是它找不到我 它本身想让我也 它非常推荐我去买 然后它就自己买了一个送给你 然后第二个我就把身体方面的讲完了 就是两个一起的 就是Rituals 我就是很喜欢的一个牌子 之前在用它们正装之前 是因为Ritual送给我两个小羊羊 分别这个是护手霜 这个是身体乳 然后都是他们那个Ritual of Doll这个牌子的 就白茶的味道好像是 它是很神奇的一点 我特别特别喜欢它的一点 就是它这个身体乳它是叫body cream 然后出来的是那种 就是像那种冻酸奶的质地 然后你会觉得可能会很厚 可是很快很快就吸收 然后因为睡觉的时候嘛 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很讨厌 腿就是黏黏的 然后就是那种身体乳可能很滋润 可是两只腿会黏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有些时候我会遇到这种问题 这个就完全不会 完全就吸收 然后你的腿还是很干爽 因为它保湿有做到 然后这个也是同样的概念 护手霜就是 我们之前好像有讨论过 就是手如果黏的护手霜 在玩手机就会有印子 然后就很难受 这个也是一样 它叫做 它叫做hand balm 你会以为是很厚的一个质地 就是它就不是流动性的 可是一推开 然后就干了 就干了 然后就完全不会黏任何的东西 但是又很保湿 所以我很喜欢这两个东西 很推荐大家 如果有这些黏的困扰的人 同学们可以去试一下 Rituals的这个护手霜跟身体肤 第二样我要推荐的 也是一个彩妆 是腮红 这个也是我整个夏天都在用 整个一个暑期我都在用的 然后呢 它是我买了 其实我一共买了三个颜色一次性 然后有一个颜色是很适合冬天 我一直都还没开始用 然后最推荐的呢 这个是Clinic的 叫Cheek Pop 就是它的腮红 我觉得已经蛮有名的了吧 我买了两个颜色 一个是05号Nude Pop 一个是10号Fig Pop 主要还是推荐一下这个05号吧 因为这个 首先它的这个 这个高体呢 是压得非常非常实的 而且呢 你刚刚买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是有 整个是有一个一点点光泽感在的 但正是因为有这个光泽感 所以上在脸上的时候 就显得非常自然 它那个光和太阳光 和在外面光 就是作用一下 就感觉整个脸的这个皮肤状态 非常的好 就像有自然的光泽透出来的一样 然后这个颜色呢 其实大家可能 我第一次给它看的时候 它会觉得这个颜色 不就是像什么修容啊 什么什么的颜色 这种就很贴近肤色的颜色 但是它涂在脸上的时候 就真的是让你皮肤里透出一种 很自然很健康的感觉 很适合画那种 就是在裸妆的时候 或者是就是你感觉 像霉化霉化就是腮红一样 它并不是那种粉嫩的那种 白皙的感觉 但它是那种又健康又自然的一个光 透出来 然后这个呢 我会叠加 稍稍叠加一点 10号Fig Pop 但是就是总体呢 我觉得它们家整个这一个系列的腮红 所有颜色 我觉得大家可以凭借自己喜好去购买 我真的觉得这个腮红真的非常好 yeah 我接下来两个都是底妆类的 然后一个是这个已经用了就扁了 然后我已经用了两 一年多一年半 可能快两年了 是那个Clay Deport的场馆的一个primer 然后它叫Correcting Cream Veil 然后它这个很神奇的一点就是 它可以让你上 它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就是什么tinted的这种效果 可是它可以上脸把你很多不均匀的 不均匀的肤色 还有不均匀的一些 就有一些咯里咯哒一些东西 马上给你抚平 但不是silicon based的 所以这点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你的 如果你脸上有一点点油的话 它又立刻让你那种 油的那种那种 那种粘腻那种感觉 就没有了 但是它又不是matify 所以就这就真的很神奇的一种texture 我基本上我也有很多primer 但是我基本上每次不管脸有什么问题 就长痘痘啊 什么可能有点break out 什么之类的 或者平常就是真的很想minimize你的底妆的时候 我就会用这个 然后有一些博主介绍这个推荐这个时候 说用了这个以后打一层蜜蜜粉 就可以做到一个非常非常简便的一个底妆效果 然后就非常清透 如果你脸上瑕疵不多的话 所以这个东西我真的很推荐 你看这个量我就大家应该还是有说服力的吧 然后对我这个今天是会回购的 嗯所以推荐给大家这个长罐的primer 然后第三个我要推荐的是刷具类的 是公共刷具类的 这个可能这个首先是Wingos 大家肯定都知道他们家刷具非常的出品 然后他们家所有的刷具都非常的这个 那个毛非常的柔软 然后我要推荐的是两个刷子 一个是他们家曾经的叫Limit Collection的一个叫Airbrush 还有的吗 现在然后现在好像因为太火好像变成常态的感觉 因为现在好像一直都有 第二个是一个眼影刷06号 我先说这个Airbrush吧 这个Airbrush它是一个把多功能刷 但是呢我是会把它作为 我买的时候是把它作为这个腮红来用的 然后它是一个大家可以看蛮薄的 然后毛是很松散偏扁的一个这个 它不是火柱苗形 它是扁的 然后所以它 那它这个形状叫什么 这个不是火柱苗 火柱苗是一个圆柱的那个尖尖头的 然后这个这种偏扁的这种那个刷 然后它的毛呢 应该是松鼠毛吧 蓝松鼠还会松鼠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很柔软的一种 蓝松鼠这种生物啊 一种毛 不要打架 蓝松鼠什么东西啊 然后 然后呢 我要说什么来着 哇 它的毛很松软 我把它作为腮红刷 我真的是太太太喜欢了 因为当时我买腮红刷的需求 就是说我要找一把毛很松软 然后很蓬松的刷子 因为我觉得越紧实的刷子抓粉量 因为过多 然后不好晕染 然后我选了这把之后 真的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它就是真的使用了这把刷子之后 就是有一种我所有的腮红 都变得好用了的感觉 就是它 现在 它可以 它可以把所有 所有 这个腮红的显色度也好 然后它的那种 没有边界感 然后晕染的 就是让这个腮红都变得很好用 就是自从有了这把刷子 我就没有不喜欢的腮红的感觉 所有的腮红都变得 涂上来都非常的好 因为它我会少少少 很少的蘸一点粉 然后它的这个晕染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软 大家可以看这个毛 我完全可以折来折去 折来折去 然后去少量一点 然后慢慢晕 然后就是可以慢慢叠加在脸上 就是不用 不用 不会那种真的 不会就是你突然有一个结块啊 或者是就太明显你涂了腮红 就是界限感完全没有 然后另外一个呢 我好像是特奥陶种草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它 它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说 如果只选一把眼影刷的话 就是用画眼影刷的话 它就会选择这一把 然后之后我就去买了这把06号 它是一个就是很基础型 也是毛很松软的一把 就是有一边扁平 它边边角角是边是有点扁的 然后整个又是有点flat的感觉的一个 也是一个很柔软的眼影刷 真的就是如果真的只带一只眼影刷出门 只带一只眼影刷出门 完成你所有需要的画眼影的基本工作 它完全够 可以用平面来铺眼底 然后稍微用侧面加中一下眼尾啊 然后再做一下晕软完全可以 就真的是多功能刷 一把刷搞定整个眼影 到你了 然后已经add to back 最后一个即日卫星这个是 这也是奶昕推荐给我的 然后很多欧美的blogger 也是就经常在他们的视频里都会有 是一个itcosmetic的CC 也是用了非常多了 我基本上就是一星期比如说四天化妆 有两天一半的时间用的是这个 四天了 四天化妆有一半的时间都用的是这个 就是这个它很厉害就是它是一个CC cream 就我们平常普遍对CC cream的想法会是 可能就一点点修饰的效果 一点点就是抚平一些你的肤色不均的问题 它真的可以到medium to full的coverage 然后非常非常厉害 但是又没有厚重的感觉 又很自然又有dewy的那种那种finish 然后呢它的味道 就早上的时候就特别爽 它有一种清新的柠檬 还是那种citrus的那种味道 早上用的时候就很清新 就很让你整个使用感受很舒服 然后呢 对然后它就是也很保湿 就我几乎没有挑出什么毛病 然后也不会让你一天下来 可能会泛黄啊什么 就没有这种问题 然后它又finish 就是真的很漂亮 然后我说了就是medium to full的coverage 这点很棒 嗯对我很推荐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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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 然后我用的是fair这个色号 最后一样 我的结束了最后一样 我第四样暗用品呢原本上有很多个备选 就是我一直在犹豫说到底将哪一个第四样 然后呢 今天早晨的时候 我就这一样产品红红出事 这是我今天早晨刚刚就是打开来用的 刚刚我刚刚用完了一个我前之前的那个防晒霜 这个是ipsa的 然后是一个就是一个防晒叶 然后今天早晨呢 我刚刚好 它是一个液体的这个这个白色液体 大家可以看流动性是有的 然后是这样一个防晒 它整个就是很轻薄完全没有油腻感 然后有一丢丢的那个酒精的感觉 如果大家很介意的话我觉得可以吃 然后多给你点我有点多了 再给你点 然后有一点酒精味 然后但是它完全没有油腻感 也没有厚重的乳液感 涂在脸上之后马上就像 嗯有点像精华 就保湿精华一样就慢慢就吸收掉了 吸收掉之后就完全没有存在感 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油皮 其实这一款也是当时是 叫谁来的 就是那个在海南的那个 Ever爱生活 Ever爱生活它推荐过好多好多次 然后我就是买了之后 一直没有结束用完手上的嘛 然后刚刚开始用 用完之后就彻底爱上它 我觉得我用的有点晚了 更适合油皮在夏天使用 因为现在这边已经进入秋天了嘛 所以我觉得但我还是很喜欢 然后保湿度够 然后清爽度够 我完全没有存在感 呀 推荐 我们就 我会回够 虽然我刚刚开始用 第一天的使用感受 就给大家就是好成的 对啊 它就横空出世啊 本来就是它打败了 最后一个所有就是 在被选在犹豫中 要怎么推荐的 嗯 推荐 而且我觉得干品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它就是一个 是很多人的 乳液的感觉又很清爽 嗯 那今天我们就不说太多的废话 我们完全没说 彼此在讲说 没有在理对方 对啊 没有说很多废话 其实我还想到一件事情 最近就是有一件特别的事 我们被写进了公众号里 对我们这个非常有才华的朋友 嗯 对啊 by talk 大家可以 那我会把它的那个 就你知道它的那个公众号 放在上面 大家 关注它 很棒的啊 然后我会把 它的那个公众号放在这 有想法 有思想 就很推荐给大家 到时候我们放下面 好啦 谢谢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好啦 谢谢大家 拜拜 好 我马上去吃饭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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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